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时候呢 山水花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贤情意志的陶冶 有些时候山水花还含有很深的政治内涵 比如今天我们就要讨论的是郭熙 宋代中期 一个著名的山水画家 郭熙是宋神宗时期的人物 神宗皇帝在19岁的时候登基做皇帝 郭熙给他画了一张画 叫《早春图》 据一位美国学者江斐德在他的宋代的绘画研究当中指出 郭熙这张《早春图》很可能是在预示着年轻的神宗皇帝赵旭 刚刚登基年纪很轻 社会还是不很稳定 因此郭熙的《早春图》 画面上显示的不像泛宽那种完整的壁垒一样的山峰 也不像李承的画面上显示着那种四平八稳的构图和解体 而是在画面呈现出一种分奔离析的状态 好像各种元素都与其他的元素分开了家 不再像前面早期的宋代山水画那样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小小的世界 或者是一个凝缩的世界 一个围绕着山峰山头山巒所建构的生活空间和宗教空间 而郭熙这张《早春图》可能就预示着孙宗皇帝时期 社会不是很平定 尤其是孙宗皇帝用王恩石展开了大变法 使得社会一度出现很大的波动 当神宗皇帝当上皇帝的时候 辽代和宋代的矛盾 已经进入了一种似乎是和平的年代 但是呢 这个和平是由宋代承担了巨大的代价所换取的 在1005年的时候 宋辽交战多少年之后 达成了一个和平的协议 这个协议停战协定是在禅渊签的 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上的禅渊结盟 宋辽表示不再打了 我们两家和好 以兄弟相称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时期 同时出现两个皇上 互相尊重的两个皇上 互相认可的两个皇上 可是呢 由于给契单送去的银子和各种财物太多 是宋代不堪重负 于是只好加重税收 加重了税收 老百姓不堪重负 于是就产生了社会矛盾 产生社会矛盾就要想办法来改变 因此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内外交困实际是最好的形容 那么在这种内外交控的环境之下 郭熙这张画其实是非常同情 这个刚刚登基的十几岁的年轻皇上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这个江山 不是你祖上的那个江山完整一体 有一个巨大的屏障 可以抵御着北方来的入侵和北方来的压力 你的屏障已经非常小 而且薄 而且矮 在郭熙这张画上我们看到 这个屏障不像梵宽那种巨大 雄厚 而是窄窄的上大下小 似乎头重脚情有点不稳 而前景的山向四处生发 更增加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虽然是早春 冬天刚刚过去 万木复苏 一切带新 可是这个略有寒冷空气的带新的社会和世界 对于神宗皇帝来说 未必是一个祥和的环境 所以早春图跟前面的巨碑山水花不同 它预示的是一个社会的变化 郭熙这张早春图 其实在画面上也展现出一种矛盾 冲突 分奔离析 不够和谐的状态 郭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家 根据历史记载 郭熙出生很普通 就是一个平民家庭 后来进入画院做代招 由于他跟神宗皇帝特别投缘 于是神宗皇帝打开了宫廷的库房 让郭熙随便在里面观看临摹研习 于是郭熙远远超过其他画家 有机缘看到了宫廷里的藏画 有机缘看到了历朝历代 到他那个时期为止的重要的作品 后来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郭思 把他的艺术思想集结成一个册子 叫林全高志 但是在林全高志的最后 有这么一篇文章是郭思写的 说他在徽宗时期 郭思继续跟徽宗皇帝说 神宗皇帝对家父的山水画很喜欢 而且他的宫殿里 所有的墙都让家父画满了山水画 但是这篇文章上也没有记下来 徽宗说了什么 因为徽宗无法回答 徽宗无法回答的原因是什么呢 徽宗不喜欢郭西的画 让人把所有的画从墙上接下来 扔掉 当垃圾扔掉 或者是怎么有的人还可能是 收集起来收藏起来 也流传到宫外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今天 郭西的画流存的还是相当多 我指的相当多要比他同时代的画家 似乎看起来要多一点 徽宗为什么不喜欢郭西的话 其实从我的研究来看 徽宗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唯美主义画家 或者是唯美主义欣赏家 或者是唯美主义藏家 你只要看一下 他在北宋末年 也就是十二世纪初 在宫廷里建的画院 他在画院招生的题目中 费尽了心思 带有诗意 带有抒情的 而郭西的早春图 所表现的其实不是诗意 也不是抒情 而是一种对社会的关注 或者是对最普通的平民阶层 普普通通的人的生活 特别关注 你不能说它仅仅是一个巧合 或者真的像一些艺术理论家 所说的一样 艺术作品真的是 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反应 不是直接的拍照片那种反应 而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反应 因此早春图 所显示的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恰好是徽宗皇帝所不需要的 徽宗皇帝希望的是 表现他那个时代非常富饶 由于税收政策制定的 特别倾向于政府和皇上 所以官家十分有钱 徽宗皇帝大兴花石港 从南方运来太湖时 在开封建造各种各样的动物园 各种动物 齐食亦兽 向天下征集 又建了更月 花钱无数 每天不计其数的银粮被他花掉 因为他唯一要做到的 要学会的就是 怎么去把钱花掉 怎么把从老百姓那儿 收来的税花掉 他觉得他太富裕了 他的忧虑就是怎么花钱 而当时他的大臣蔡金 所要负起的责任就是两件事 一 帮徽宗收钱 二 帮徽宗花钱 所以当时蔡金曾经 为了迎合徽宗皇帝 提出风亨玉大这个学说 是在拍徽宗的马屁 说你这个时代 是一个风亨玉大的时代 其实我的看法是 这个风亨玉大 是败家的建议 后来徽宗皇帝 被自己的富裕冲昏了头脑 有一位高人 所谓的高人 咱们要加引号 告诉徽宗说 我通过面相学 对辽代的皇帝 天座皇帝 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他的面相 是一个王国皇上的面相 我们可以打 打了以后 每年就不需要给 辽代 送上那么多的银子和筹券 徽宗一听太高兴了 就联手女真人 南北佳基 把辽代 像三明治一样 夹在中间 很快把辽代给灭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徽宗 他没有料到 两年之后 女真人也像灭辽代一样 把北宋给灭了 正是因为徽宗 看到的是一片生平 享受的是清平世界 到处大兴土木 建立各种各样的道教寺官 让蔡金教他怎么花钱 容忍蔡金 用风亨欲大这种败家的思想 纵容竭尽国库之力 来享乐 来满足各种文化上的奢侈需要 所以当金人 当女真人 濒临城下的时候 北宋是没有抵抗的 灰清两代皇帝 被女真人一直带到东北 十几年之后 灰宗去世 又过了一些年 他的棺木 才被送到南宋 到南宋之后 南宋的皇上不敢打开棺材 直接就埋了 所以一代 娇娇皇帝 文化皇帝 最后落到这一步 一他太爱书画 所以后人对他书画 败国 有这么一个评价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忘记了内忧外患 他没有忧患之心 他只想着风亨欲大 因此 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 一定要居安思危 所以 郭熙的早春土 虽然预示了社会的某种危机 但是 这种危机的警示 使得神宗皇帝一朝 尽管坎坎坷坷 但是贡献颇风 是不愧为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朝 山水化跟政治的关系 可能以早春土 为最具代表性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郭熙的早春土 就是像我们前一集所讨论的 郭熙的早春土 是一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极其密切的作品 因此他所能够解释 或者引申出来的社会含义 格外重要 因为皇上非常喜欢他的画 所以流传到世上的画 相当多 那么传世的 就是传到我们今天的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 坐于元丰元年 也就是1078年的 柯石平远图 幽谷图 这件作品现在在上海博物馆 西山房友图 藏在云南省博物馆 树色平远图 现在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早春图和观山春雪图 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也有话论 林泉高志 是他儿子 替他集结成册 应该说是中国第一步 完整而又系统地 阐述了山水画创作规律的著作 至于早春图 最初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苏东坡的诗说 玉堂骤眼春日咸 这张画是画在玉堂里的 中有郭西画春山 明秋如燕 春睡起 白波清障 非人间 那么郭西画的不是人间的真山真水 而是一种想象的 一种虚构的虚拟境界当中的 理想画的 带有某种思想性的山水画 而对郭西的评价呢 相当高 尤其是云烟变灭这个词 我们经常听到云烟变灭 都不知道它的来处 来处是郭西 早春土 地上的蒸汽 大地回春开始变暖 冬天冰雪急剧的湿气 在回春的阳和之气熏蒸下 缓缓地蒸发出一些蒸汽 所以就产生了云烟变密的这种春天的温润的效果 但同时 郭西创造了一个新的审美概念 这个新的审美概念是什么呢 叫做空气透视法 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者 在面对郭西的画和云烟变灭的时候 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词 叫atmosphysical atmosphere就是环境气氛 利用空气中物相的变化 浓淡的变化 和透视的近大远小的效果 营造出了一个前人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视觉效果 所以在中国当代研究山水化 从来没有人真的去把云烟变灭这四个字来分析一下 也是受到了西方的汉学美术史研究者的影响 我借用英语这个词再翻回当代汉语 叫郭西这种透视法为云烟变灭透视法 在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山谷一层一层的推远过去 通过这种虚实对比大小对比 营造出了一种在整个历史时期 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早的一种透视观念 所以你想当时人看到这样的画法该是多么震撼 这张作品也是历史上留下一个画家的签字签名和日期 以及印章同时出现的最早的一件作品 当我们谈泛宽的西山行旅图的时候 我们在画里面找到了藏在树叶中的泛宽两个字 而郭西开创了一个新的落款方法 他不愿意做一个隐民埋性的画家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藏在石头缝当中 郭西怎么样 郭西在画的左边提了一个编款 似乎给后来的画家立下了一个规矩 画的左边是画家自己提名的地方 郭西在这个地方写了早春 这张画的落款是早春 这个早春图的来历就是在这儿 仁子年 郭西画 仁子年是哪一年呢 是1072年 后面还有一个印章 那么这张画 这个落款就奠定了这么一个模式 前面我们说过 宣和画普对郭西的评价 历朝历代对郭西的作品都做了各种评价 到了乾隆皇帝 他当然面对这件作品 绝不能放过这个评价的机会 于是乾隆皇帝也在上面 挥笔写了一首诗 叫树材发业西开洞 楼阁先居最上层 不及柳桃显点缀 春山早见气如针 正因为春山早见气如针 像针笼打开了一样 针气勃勃而上 也就是云烟变灭的透视法 所以这一切就合理合情的放在一起了 那么郭思 他的儿子在林前高至最后画格十一一部分 写了一点对郭西的评价 早春晚烟 焦阳出真 在早春 傍晚 时光 他是形容这张画 焦阳出真 经过一天的太阳 一晒 蒸气就上来了 飘飘缭绕与丛林 溪谷之间 莫知其冤际也 你都不知道这些云彩 这些雾气从哪飞来 又从哪散去 这一段形容形容的太好了 而后来的曹昭 格谷要论说 郭西山水 齐山 宠拔盘回 水源 沿高原 这地方有趣了 多鬼面石 什么叫鬼面石 郭西画的画 上面的石头很怪 前面我曾经说过 郭西用他的画来影视了一些社会现象 那么这些鬼面石究竟怎么个鬼面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就看明白了 他真的很不入俗套 所以曹昭说他是鬼面石 然后是乱云 阴枣树 他的云彩的尾巴和树枝 画得像老阴的爪子一样 带勾勾的 但是呢 很静庭 美国学者江菲德说早春图可能是为了给刚刚登基的年轻的神宗所做的一件作品 我觉得比较合理 因为郭和阳画了很多春天的景色 第一他可能喜欢这种云烟变灭的这种效果 第二春天万物薄新 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皇帝要做的事情 第三我们在很多记载上都看到了郭西画过的春天春雪或者春山等等这一类的记载 或者是形容可以想见这些春子和郭西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此我们已经看出来了郭西和范宽一样历朝历代对他的追捧 那是不觉于耳 郭斯整理出版他父亲的绘画思想的时候 他说春山烟云连绵人心心 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 此画这井外意也 郭斯这句话里有话 他说郭西画的是井外之意 你看到的是图 但这个图之外还有意 就是玄外之音 话外之意 说话的话 听话要听音 就是要听这个潜台词 这没说出来的意思 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去琢磨 在这里面林全高智最最重要的郭西有一个美学理论 我们一边来看着图 对照着图 一边来看这些字 就是四儒之说 也就是四季神美理论 他这四句话说 春山淡野而如笑 春天的山淡淡的像一个人在微微的笑 夏山苍翠而如滴 夏天的山绿的浓的到了要滴下来这些浓浓的绿色 秋山明镜而如庄 这个明镜而如庄很多人不理解 我的理解是明镜到了像一张漂亮的脸孔 用化妆的粉 芝粉或者是白粉 把脸上的一点点瑕疲 任何瑕疲通通遮去了那种明镜感 爽朗感就是秋天 冬山惨淡而如睡 冬天的山上面也没有飞鸟 也没有小虫 也没有树木花草 还有冰和霜很惨淡 但是呢像一个人睡着了一样 所以他用如笑如滴如装如睡 你听到这四个字你就想到了四季 你就想到了他观察的方式是多么细微和精致 而同时用如笑如滴如装如睡 这四个迷人的手法 把个人的感情和人类的感情用移情的思路 尽管当时没有移情说 但是他已经有了移情的手法 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对自然的观察中 因此他的画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自然的模拟 而是带有感情的在画面上 对自然的一种书写自己感情的方式 他还对传统有深厚的研究 因为他有机会在宫廷里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历朝历代的收藏 对传统是兼收并懒 我什么都看到了 我都收 所以他同时也强调了 要学古人一定要以灵泉之心灵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临摹古人的时候 你不看古人的话 而是像你面对着树林 面对着泉水一样 你通过古人的话 看到真正的树林 看到真正的泉水 然后去琢磨 古代人如何把真正的泉和树林 变成画面这个样子 古人一定经过取舍加工和升华 郭西的灵泉高制 整个贯穿的审美思想 实际是一个很清楚脉络清楚 逻辑清晰的一个审美思辨 这个地方他要返回去 逆向的去解开 古人如何从自然到绘画 这个过程 也就是他强调这种自我感情的注入 画山水不是简单的 看什么画什么 宋代的话 是要把自己的心和身放到画里 当你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还能说 古代的理论不发达吗 你还能说 中国古人没有思辨吗 你还能说 中国古代人的逻辑思维不清晰吗 这些都是二十世纪 从阳媚外的人 加给中国古代文化的 一个一个伪症状 今天在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 得到全面的复兴的社会环境之下 我们一定要借这个大好形式 给古代文化加以证明 给予它应有的历史高度和地位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郭希的作品 北宋山水画家 神宗时期的画家郭希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早春图》 做于1072年 郭希还有一句话 是形容山水画 应该画成什么样 就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 作为形容他的作品 就是远望之以取其事 近看之以取其智 什么意思呢 这张山水画 远距离看的时候 它要有气势 要有大山大水的那种 从山峻林的事 但是你走近看的时候 不是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平平的 而是要看其智 石头的质地 树干的积理 松树的松针 宽叶子的页面 怎么画的 等等这些 都需要很具体地去体会 很真切而具体 带有感情地把它描绘出来 所以当我们现在再进入 郭希这件作品 仔细看的话 再把它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 李承泛宽的山水画 放在一起 做一个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 它的早春图 尽管不像范宽和李承那样 中正高耸 很严峻 但是呢 它的作品当中 依然具备了 前面我们说到的 具碑式山水画的各个元素 我们再回忆一下 这些元素 这些巨幅山水画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世俗部分 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在李承的画里面 是一个 换游的文人 可能是赴任的图上 也可能是赶考的路上 接着过去就是 客栈呢 饭店呢 等等 第二个部分 就是寺庙 李承的画当中 那个寺庙 真是科学与艺术的 一种典型的代表 画的那种规整 简直就是建筑草图 在饭宽的画里呢 寺庙隐隐地藏在树的后面 在饭宽的下半部 世俗部分呢 画的是一个驴队 驮着货物 往画面的中心走来 那么最高处 就是两块巨大的山崖 由祥云环绕地 隔开了距离 象征着一种 精神境界的高耸 和高尚 如果说这是宋代 巨碑式三水画的 一个模式的话 郭熙的这件早春图 完全具备 第一 他在这张画的左右两边 画了世俗部分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 还真看不见 左边画得非常温馨 一个年轻男的 划着小船靠岸了 夫人过来 怀里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他呢 挑着一个担子 夫人的脚边 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小孩 跟着妈妈走 搂着妈妈的腿 这说明这个爸爸 这一家之主 到外面干了一天活 回来了 夫人带着两个小娃娃 打理家务 跑到河边 来迎接他回家 这个世俗到了 不能再世俗了 而右边呢 画的是两个人 划着小船 好像是去抓鱼 捉蟹回来 一个人撑着一个稿 在河的浅浅的泥里面 撑着这个船往前走 另一个人呢 弯着腰在船里忙活什么 你看他们身上穿得非常简单 但是气宇呢 非常高昂 完全是那种 宋代 甚至是元代 一系列的瑜伽乐 就是天高皇帝远的 那种平民老百姓的 生活当中的一个乐趣 他把这种世俗 化成老百姓的乐趣 而且也充分地表现了 神宗皇帝这个时期 对老百姓的关注和关怀 这张画从这个角度 这个部分 世俗这部分 就非常明确地迎合了这个时代 范宽的画中 我们讨论了那一束 飞流直下的一线瀑布 而在郭熙的画里面 这个瀑布可不是一线 好像有点三叠全的感觉 一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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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郭熙不喜欢特别完整的图像 他喜欢把形象画得非常丰富 叫进取其至 他的水画得非常明亮 跟其他人不一样 其他人的水就是用线条勾勒一下水的动感 而郭熙的水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他的水有一种动感 他的动感又和泛宽的不一样 这个动感是一种跳跃性的动 这个水似乎水的平面都有一种波动感 所以郭熙对机理处理得非常好 那么中景寺庙部分 郭熙和其他两个画家完全不一样 郭熙处理得非常含蓄 郭熙在入画院之前 非常崇拜道教 所以他对寺庙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 他直直细细地把寺庙安顿在山头上 他的画里面不是一个寺庙 我数了一下有三四个好几个寺庙 一群一群的建筑群 而且他这一张画不是水墨 纯粹的水墨 而是水墨淡材 水墨为主 关键的建筑物是以红绿淡材 显得人工的建筑物和自然的生成物 拉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人类的造物和自然的造物是不一样的 在寺庙的前面是瀑布 这个瀑布的明亮 你可以感到郭熙对黑白的运用之强烈 可是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的右边你可以看出 郭熙也有失手画错了的地方 你看石头上画的那棵树 树底下又给洗掉了 又加了树干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画坏了再修的效果 但是由于这个小小的笔物 又加上郭熙后期的弥补及时 妥贴 因此一般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只有一寸一寸去仔细扣问作品的人 才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那么郭熙的作品是以哪些手法来描绘画面物体的质 进取其质 在曹昭对郭熙的作品的论述当中 我们听到曹昭用了两个词 鬼面和乱云 他画的石头不是泛宽笔下那种普通的 质地有深的残颜七窍的巨石 而是被曹昭称为鬼面乱云 石头怎么可以是鬼面 石头怎么可以是乱云 九百多年前的郭熙就不满足以直接承袭古人的村法 而是要画出不同于一般的和别人不一样的石头的质地感觉 所以他的石头看起来 你看一块一块石头像不像一个一个鬼的脸 像一个脸说不清鼻子眼睛有点珍妮 这种画法被曹昭称为鬼面村 也有叫乱云村 因为他用笔看起来像一片乱云 所以又叫乱云村 而他画的树呢 他用蟹枣村和鸭枣村 就像是螃蟹的那个爪子 或者是乌鸦的爪子 那种带勾勾尖的后面粗 前面细的这种树枝的方法 一般都叫蟹枣村 这种蟹枣村的方法是来自于李成 我们最初谈到的那个画家 因此到了郭西 北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山水流派 叫做李郭派 李成和郭西 那么郭西不但在这个局部质地上很讲究 他在整个山的造型和气势上也非常讲究 前面我们谈过他说的云烟变灭透视法 这个云烟变灭透视法 在整个山水画的气势的营造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郭西自己也提出另外一个理论 叫做三元理论 这个三元理论 在我们面对这张整画的时候 就看得很清楚了 他用了三元 一个圆叫高远 山从下往上的高度 一个圆叫平远 地平线能够走多远 可以看到多远的这个横着平远 还有一个圆叫深远 往众深去 在郭西这个时期 历史上 世界上 好像还没有人谈到这个纵向的透视 这个纵向透视要到达芬奇 他的严肩圣母 才会有透过严肩圣母背后的风景化 感受到画面向众深 深处 延伸过去的这种透视方法 所以郭西用了三种 远的凝构方法 平远 高远和深远 但是在深远上呢 又用了两种局部的手法 一就是云烟变灭的这种环境渲染法 二就是静大圆小的物体缩形法 于是他把这三元 尤其是深远就推到了当时空前绝后的一个境地 所以通过这几讲 我们看到了一个离我们九百多年将近一千年的画家 他不但在绘画的语言上 找到了自己独创的语言 同时也遵行了古代 或者是比他稍微早一点时代的山水化的模式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创立了一套山水化理论 他的山水化理论 一是贴近个人的感受 很像当代艺术 个人的感受很重要 二是贴近社会 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理念在郭西的画当中得到体现 好像也很接近 带有批判现实主义 或者是现实主义艺术的这种情节和情调 从宋朝初年的里程到宋朝中后期的郭西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山水发展脉络到郭西 这个巨碑式的山水化 几乎就要走到了他的最后的辉煌 但是后面还有一位画家 名字叫李唐 他是介乎南宋和北宋之间 在北宋成名到南宋 延续着作为南宋画院最重要的一位画家 所以后面一集我们会以李唐为主题 继续讨论宋代山水化 以及山水化所蕴含的人生 以及社会的哲理 谢谢大家 下一集再见